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以后别收 以后即便是你单身 如果你不喜欢的男人 你也别收 否则的话 你只会让别人多想 你说呢 所以说自己做得到本分的话 就不会有人骚扰你 自己如果值得让别人相信的话 别人就不会质疑你 好吗 说说男生的问题 其实我能够理解 这位女生的愤怒 你自己要求别人那样做 自己又做不到 其实有的时候 你在要求她 不要跟异性接触的时候 其实那是在扇你自己的耳光 如果你和别的异性 在一起接触的时候 你心里是坦荡的 没有别的想法 那你就不会质疑她 跟别的男生在一起 会有发生点事 对不对 所以你扪心自问 你跟那些女生吃饭看电影 或者干别的时候 你心里有没有别的想法 如果你一点那个想法都没有 你肯定会相信 她也不会这样 所以一个人的自由 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在爱情生活当中 你选择了一朵花 你就要拒绝别的花 如果你选择了相信一个人 你要选择继续相信下去 即便对方做了一些 稍稍有点偏离轨道的事情 也会因为你的信任 而走回正常的轨道上 但如果你一再地相信她 她却始终不回头 那你就选择放弃 而没有必要强却 对吗 所以说男生不要虚伪 女生要收好自己的本分 如果你们觉得双方都做不到这一点 该分就分 如果要在一起 那就做好这个问题 好吗 就这样 听明白呗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我之前做的也有 我们俩都有问题 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也是 就是处理不好 跟男同学之间的关系 然后老实说也对 当一个人失去自己的时候 其实什么都失去了 你又没有发现这段恋爱 你什么都没了 朋友失去了 同学失去了 结果他也快失去了 因为你受不了 是不是 你让一个人什么都失去了 你现在看他还顺眼吗 你看他肯定没有以前有魅力了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他完全变成了一个 扶平 扶在你的身上 跟着你走 你会发现那样没有乐趣 在爱情当中也好 在婚姻当中也好 做一个独立的人是最重要的 我可以迁就你 但是我有我的底线 想一想应该怎么做吧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五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知道我之前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们这一年下来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也挺开心挺快乐的 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的 以后我会尽量地控制自己 多给你一些自己的空间 让你多交一些朋友 我以后也不会胡乱地怀疑你了 希望你可以给我机会 你以前的时候 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然后不限制我朋友了 然后你每次看我跟男同学 在一块的时候 你还是那样 我也不知道 我再想想吧 你们想想你们矛盾的焦点 到底是因为跟异性交往的 距离问题 还是你们彼此心里面真的没对方 谢谢两位请回吧 你给我的